Nono先前遭暴性骚扰 以及性侵受害者更高达30人 案件目前已经进入司法调查阶段 日前也传出他与老婆朱海君已经离婚的消息 不过后续经纪人也出面否认该谣言 而事件爆发后 朱海君6月29日在台中上演后 最嫌少出现在萤幕前 社群平台也关闭留言的功能 目前都尚未恢复更新 有人注意的是14日时排服新宫 在社群上发布消息 表示8月6日要举行金曲职业 演出的卡斯中包括许久未见的朱海君 这是他继台中上演后相隔一个多月 再度公开演出 消息一出吸引不少粉丝关注 并纷纷表示辛苦海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报